最近北美馆的门口广场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装置艺术 看起来像是用竹子搭盖的临时建筑 这是北美馆推动的地景计划 今年一共有九组入围 有一些利用台北多余的特性 搜集雨滴让雨滴落在广场前形成有趣的图案 有一些是把台北市的地图立体化 变成一个方形的空间 让民众重新探索台北街道上的关系 虽然只有第一名可以实现创作概念 可是其他的作品也呈现了丰富多元的创意 一颗一颗像是蛋壳一样的装置遍布在屋顶上 只要遇到下雨天 雨滴就会顺着管线洒落在下方的白纸上 变成一幅一幅有趣的图案 这是北美馆举办的地景装置计划 邀请台湾各大建筑团队 为北美馆的门口广场注入不一样的生命令 每一个城市还有每一个文化 其实公共空间对那个地方都非常重要 尤其公共空间可以看到 那个文化它的特色是什么 好的公共空间它其实就是 它跟人的连结要够 而且要能够吸引人留下来 那成为人家见面约会的一个地方 为了有效利用管前广场空间 北美馆开放竞选题案 并在馆内展出入选的九组作品 有设计团队把台北市地图立体化 变成一座方形的空间 设计团队说 我们每个人对于城市都有一个边界 希望用地图重新解构生活空间 另一组团队则是在屋顶上挂起很多巨型气球 搭配互动装置 有人经过气球就会晃动 民众触控这些气球的同时 也能关注头顶上的世界 变到我们跟大地的关系 每一间作品都用不一样的创意跟民众互动 一开始的原始的动机就是要改变广场 那么改变广场它其实就是一个工程 它其实就是一个工程 它这个工程非建筑师模式 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 给予建筑师创作一个平台 让建筑师们去玩创作 虽然只有第一名能够实体化跟民众见面 但其他的作品模型以及概念 也为台湾的建筑界带来不同的火花